公主,太晕了,怎么办? 父皇派人送消息过来,说咱们五年前做的事情马上要败露了,咱们得赶紧逃命,不然王爷不会放过我们的。 她是王爷的女儿,为了保险起见,咱们带着她一起逃跑,关键时候可以保命。 好,大哥,怎么办?小妹不在别院,肯定出去了,咱们出去找人,只要爹不给我们出去,我们怎么找小妹? 啊,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只要有鼠王在,我们去哪里不行? 嘖嘖嘖,各位小主人,有什么吩咐? 鼠王,小妹不见了,我们急着出去寻找,你快点让鼠民们帮我们挖一条地道出来。 对,炸蝶把我们困在府中,美人娘亲又不在,小妹不见了,我们都快急死了,鼠王,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 嘖嘖嘖,五小主人不见了,祖宗又不在别院,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哎,大王,这个时候千万要稳住,别慌,赶紧下命令,挖地道吧,几个小主人,还等着出去找吴小主人呢。 对对对,当务之急,赶紧挖地道。 嘖嘖嘖,各位小主人,地道已经打通了,请吧。 啊,对了,鼠王,待会儿掩盖好洞口,千万别给炸蝶发像了。 嘖嘖,小主人,放心吧,小的知道怎么做了。 对了,小主人,吴小主人失踪这么大的事,你要不要通知整个动物界? 霍东不耐烦了,直接下令让整个动物界出去寻找小妹。 救救救,吴小主人,你在哪里呀?几位小主人都急疯了,你快点回来吧。 祖宗,不好了,好像出事了。 老鹰,今天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整个动物界都轰动了? 回兵祖宗,吴小主人,失踪了,小的带着鹰族的老鹰们,正在到处寻找他呢。 猪儿不见了? 是的,听说吴小主人是在湛王府别院失踪的。 都怪残暴王爷那王八高子,要不是他,总是打击吴小主人,吴小主人就不会单独跑了出去。 叶异之男人,确实不像话,又小气又记仇,就算不是亲生女儿,也不该这样对待一个小女儿。 更何况,总而是他的亲生女儿。 糟了,这件事会不会跟白莲花有关? 小风,咱们赶紧回别院,看来这件事只能让叶异小男孩去查了。 小的拜见祖宗,祖宗,你去哪里?小的送你一程。 霍姑娘在下终于找到你们了。 掌柜,有事吗? 霍姑娘,难道你忘了吗? 小鸟答应过在下的事,她没有遵守诺言,所以在下过来找你们啊。 在下希望小鸟兑现之前的诺言,毕竟你们是收了钱的,总要为在下办事吧。 霍姑娘,你说对不对? 掌柜,东西可以乱吃,话可别乱说,祖宗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 祖宗,找乌小主人重要,小风先走了。 不是霍姑娘,当时小鸟说你有难,需要钱救你,就从在下这里拿走了三千两银子。 掌柜的,这里是三千两银票,祖宗替小鸟退给你的,从此之后,咱们两不相欠,你也别追着小鸟不放。 这个凡人是个傻子,居然妄想用区区的三千两银子,让凤凰大人做他的迎宾小弟,真是神经病。 霍姑娘,在下不是这,这意思。 哎,哎,霍姑娘,你怎么走了呢?在下还没说完话呢? 你说五年前有人给你钱,让你进湛王府睡女人? 回禀王爷,是,是的,当时那个蒙面的女人是这样说的,说给小人一百两银子,只要小人进湛王府睡一个女人就行了,但,但是小人什么都没做,还,还差点被她们灭口了。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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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帮忙的时候,虽然蒙着脸,但是小人见过他的真面目,他就算化成灰,小人也认识他。 紧接着,叶义让暗了拿出十几张画像,让他从里面挑出来谁顾他进湛王府睡女人的。 王爷,就是这个臭女人,害得老子逃亡了几年,老子恨不得喝他的血,拔他的皮,抽他的筋。 残暴王爷,小爷砸不死你,算你命大,你个人渣,连亲生女儿都害,你都不配活在世上。 有刺客,有刺客,赶紧保护王爷。 你们先退下,手下够退。 小鸟,你别太过分。 过分又怎么样,难道你害死吴小主人还不甘心,还想害死小爷吗?小爷不怕告诉你,吴小主人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害死她,你良心不痛吗? 小鸟,你,你,你说什么?再,再说一遍。 小爷说,吴小主人是你的亲生女儿,他跟霍东四兄弟是五胞胎,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兄妹,现在你后悔了吧,你刚才这样对他,你个人渣。 不是这一句,下一句。 什么上一句,下一句,小鸟懒得跟你废话。 你刚才说钟儿什么,他出事了,本王没听错吧? 小鸟说的没错,钟儿出事了。 他的眼神瞬间放温柔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嫌弃。 这一改变,连他自己也没察觉到。 这个女人虽然隐瞒身份,回到他身旁,但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他通缉了他五年,他隐瞒身份好像也是情有可原的。 再说了,他帮叶家生了五个玩儿,这功劳大过天,就算他以前做过什么,也可以一笔勾销。 王爷,钟儿失踪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钟儿不是在府中吗?怎么会失踪? 回禀王爷,四个世子和小姐都不在别院,他们是怎么出去的,属下也不知道,一群废物。 几个小玩儿都看不好,本王要你们何用? 就在这个时候,叶异派过去捉李月仙的手下急匆匆跑回了禀报,说李月仙逃跑了,现场还留下一封密信。 说完之后,手下双手把密信呈给叶异。 叶异接过信一看,原来是邻国皇帝写给李月仙的,他告诉他,乞丐老头已经被湛王府的人捉住了,五年前的事就快暴露了,让他赶紧逃跑,不然就没命了。 安良,传令下去,全国通缉李月仙,看见他,格杀勿论。 还有,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忠儿救回来,他要是少一根头发,本王砍了你们的狗头。 属下马上去办。 祖宗,祖宗,小的过来给你送信了,小的知道吴小主人在哪里,你快点跟着小的去救人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小枫,你听见声音了吗?好像有人在喊祖宗,好像说,有忠儿的消息了。 祖宗,你是不是太想吴小主人了,出现幻觉了,哪有什么声音呀? 大王,不好了,凤凰大人听不见我们说话,怎么办? 小的们,大家别着急,本王已经准备好大喇叭,祖宗和凤凰大人,肯定会听见我们说话的。 凤凰大人,祖宗没有听错,小的真的过来报信了,小的知道吴小主人在哪里。 祖宗,小枫也听见有人说话了,就是没看见人影,不知道对方是人是鬼,还是妖。 凤凰大人,你别生气,小的没有戏弄你,小的是小蚂蚁,在祖宗脚下,你往下看,往下看。 翊王,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有忠儿的消息? 对,对,小主人被李月仙那个坏女人抓去了皇宫,锁在箱子里。 祖宗,你快点去救她,再迟一点,那个坏女人就要带她离开巨型国了。 小的们,过来扶着本大王,本大王痛好晕,心跳好快。 大王,你是不是位高,像皇帝一样,下有病了? 要不要去皇帝那里拿些补药,回来补一补? 滚一边去,别拿本王跟那个废物比,他是被湛王爷下有病的,本王是激动,居然可以跟祖宗一起骑着凤凰大人回来,简直就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 看看以后,谁还敢瞧不起我们蚂蚁族。 对对对,咱们光宗耀祖了,哈哈哈哈。 野王,别磨磨蹭蹭,赶紧带祖宗去救吴小主人。 祖宗,吴小主人就关在前面的宫殿里,再挂一个弯就到了。 小主人,小凤来救你了,不用怕。 哎,小的们,快快快,追上祖宗和凤凰大人的步伐。 大王,小的听说祖宗有仙丹,吃了之后就力大无穷,腿力猛脏。 那蜀王就是吃了祖宗的仙丹,才有飞猫腿的,他现在在动物界,可威风了。 大王,你要不要咱们也向祖宗求一粒仙丹吧? 是啊是啊,只要我们吃了仙丹,以后去哪里都不用那么费劲了。 野王震惊了。 他表示,他也想跟祖宗求仙丹呀,就是没胆子。 祖宗,凤凰大人,吴小主人家左边这个偏电耳房里面。 然而,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只剩下一个空箱子。 大王,大王,你们终于回来了。 大王让你们看着吴小主人,他人呢,去哪里了? 小蚂蚁恭恭敬敬地回答。 大王,你们高走没多久,皇太后就派人过来把吴小主人领走了。 皇太后把吴小主人接走了? 对,皇太后知道,吴小主人是湛王爷的小女儿之后,就把她接走了。 皇太后没有伤害小主人吧? 没有没有,皇太后对吴小主人可好了,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吴小主人一弄之下,还把李玉仙胖揍了一顿。 皇太后不但没有责怪她,还挂她武功高强。 祖宗,皇宫这么大,咱们找起来费劲不说,还浪费时间,要不把蜀王喊出来,让她找吧。 好,祖宗正有此意。 祖宗,小的已经打探到,吴小主人在哪里了。 哦,忠儿在哪里啊? 慈年宫,皇太后住的地方。 慈年宫。 马后,这件事你别管行不行? 皇上,哀家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别忘了,爷爷手上有百万雄兵,他想弄死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你为什么想不明白,非要跟他作对呢? 哼,为什么,难道母后不明白吗? 哀家不明白,皇太后从小就宠爱皇帝,什么都为他着想,就连这个皇位他都是偷偷篡改圣旨,让他坐上的。 而叶异这个真正的皇位继承人却只是当了一个王爷,为了这件事,他们母子的关系闹得很僵。 母后从小就偏心皇兄,什么都夸他,朕做什么都是错的,朕不甘心,朕和他是一奶同胞,凭什么比不上他,朕要杀了他,让母后后悔当初这样对朕。 皇太后惊了,这个就是他费尽心思扶持上位的好皇帝呀,他的一番苦心全都为了狗。 皇太后心塞不已,他有些怀疑当年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或者先皇说的对,皇帝心胸狭窄,不适合当帝王。 啊,救命啊,小祖宗,求求求你,饶了奴婢吧,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 皇奶奶,他就是李月香的丫鬟,就是他打了我一棍,你可要替我报仇。 朕儿,过来皇奶奶这里。 皇奶奶,他跟家爹一样可恶,他欺负我,你赶紧帮我报仇,家爹可坏了,他给哥哥们买东西,不给我买。 谋害皇家子嗣,本来就是死罪,艾家自然会替忠儿报仇,只是呀,咱们不能冤枉好人。 忠儿,你告诉艾家,你是怎么知道是他打晕你的? 嗯,是小蚂蚁跟我说的,他们说听见李月先主扑聊天,就知道了前因后果。 是真的,小蚂蚁是这样说的,开始的时候,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仗着蚁群数量够多,就用身子摆成字幕,告诉了我全部情况,我就知道了。 嗯,仲儿,你上过私塾吗? 嗯,仲儿没上过私塾,但是小蚂教过我和哥哥,小蚂可厉害了,他连几万年前发生过的事都清清楚楚。 皇上,皇太后,奴婢愿望呀,奴婢是奉了公主之命,不管奴婢的事。 诶,仲儿,朕把你报仇了,开心吗? 开心,谢谢皇帝爷爷。 诶,爷爷。 他说,他比叶义还小,看起来真有那么老吗?这小女娃居然喊他爷爷。 仲儿,皇帝还没到当爷爷的年龄,他还年轻呢,比你爹还年轻,按辈分他还是你叔叔。 嗯,我不信,家爹看起来就很年轻,白白净净的,像个小白脸似的,难怪他当年能把美人娘亲骗到手,还是有实力的。 而皇帝,满脸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爷爷,跟渣爹比不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皇帝自从上次叶义从天而降,把他吓着了之后,有些事情就不行了。 为此,他吃了很多药,不过一点效果都没有,因此他对叶义的恨更深了。 为了报复业义,他对货中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把他宠成了小公主。 在皇宫中,没有人敢惹他,哪怕是嫔妃们都来巴结他,给他送礼。 短短半天时间,货中就变成了妇可敌国的小妇婆。 仲儿,皇叔叔对你好不好? 嗯,不好。 皇帝无语了。 你要什么,朕就给你什么,朕怎么对你不好了? 再看看你亲爹,他连一间卧房,一条裙子都不愿意给你。 小主人,搞皇帝不是什么好东西,他骗你的, 李月仙主仆早已经离开皇宫逃跑了, 还有,他之所以对你那么好,是有目的的, 就是想让你亲手害死战王爷,千万别上当。 对对,待一会儿,他就会拿出一包茶叶, 让你拿回去给朕王爷喝,其实里面下了剧毒。 仲儿,此事千真万确啊,不信的话,你去问皇奶奶, 这件事儿她最清楚了。 不对,我们说了那么多,吴小主人到底有没有听见? 要不问一问,吴小主人到底能不能听见我们说话? 吴小主人,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要是听见,你就点点头。 吴小主人,皇太后跟狗皇帝是一伙的, 千万别信他们。 皇叔叔,不用找皇奶奶坐镇了,我信你。 仲儿,你出来那么久,你爹都急疯了。 派出了上万的铁骑兵,翻遍了整个京城找你, 如果给他知道,你在皇叔叔这里,他肯定会跟镇急的。 要不,皇叔叔派人送你回去吧。 好啊,反正我也想美人娘亲和哥哥们了。 朕记得你爹最爱喝茶了, 前几天,西域刚进宫了几罐几品大红袍, 嘿,朕都舍不得喝。 刚好你回家,就带一罐回去给你爹吧。 狗皇帝就是狗皇帝,做坏事滴水不漏, 茶叶嗅着很香,一点都看不出下了毒药。 要不是小蚂蚁爆馅,他根本就不知道茶叶有毒。 哼,这么好的东西给渣爹太浪费了, 他连一条裙子都舍不得给我买, 我才不帮他带好东西呢。 皇叔叔,你还是留着自己喝吧, 千万别便宜了渣爹。 渣爹虽然坏,但是美人娘亲说过, 他们不能做出弑父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不然会被天下人唾骂的。 我去,失算了,他忘记了小女娃跟叶毅不合。 皇帝为了奸计得逞,又搬出了皇太后, 说希望货中看在他一个老母亲的份上, 帮忙把茶叶带回去给叶毅, 算是了了他一个心愿了。 这时,御林军头领有时进来禀报。 小蚂蚁立马排着队,喊着口号, 吭哧吭哧地沿着小太监的后脚跟往上爬, 找到有肉的地方,张开嘴巴使劲地咬下去。 今天呀,他们是奉命开荤吃人肉, 谁也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小蚂蚁,谢谢你们了。 吴小主人,别客气, 小的应该做的。 诶,小李子呢? 黄叔说,他刚才好像挺急的, 可能去忙房了。 皇帝点了点头,没放在心上, 顺手端起龙岸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几秒钟之后,皇帝倒在龙岸上, 口吐白沫,双眼翻白, 四肢抽卧卷。 吴小主人太厉害了, 居然把皇帝给干掉了。 吴小主人,狗皇帝死了, 你还不快点逃跑? 他,逃,逃跑啊,怎么逃? 小主人,你跑啊, 跑出皇宫就能活命了。 是啊,小主人, 你杀了狗皇帝, 再不逃就来不及了。 小蚂蚁, 我先去冷宫避一避, 你们想办法通知蜀王, 让他从皇宫挖一条地道, 我就能逃出去了, 你们看怎么样? 小主人, 那你赶紧去冷宫避一避, 小的, 马上去通知蜀王。 耶, 是大王回来了。 宿将宿将, 到宿将, 祖宗来了, 不许吵吵闹闹。 小蚂蚁, 你们干嘛呢, 干嘛排队? 你们不是让我赶紧逃命的吗? 怎么这回又不及了? 抱歉祖宗, 抱歉祖国大人。 小蚂蚁, 辛苦你们了。 众儿, 娘亲找你找得好苦。 美人娘亲, 你怎么来了? 美人娘亲, 吓死我了, 那狗皇帝居然当着我的面自杀, 我怕, 我不想留在这里了, 你赶紧带我离开吧。 由于事关祸中的事, 霍冰冰都算不出来, 还真的被他蒙骗过去了。 霍冰冰掐指一算, 皇帝老儿命不该绝, 也就不理他了, 临走前, 他赏了一粒仙丹给义王。 小蜂, 咱们该回去了。 是的, 祖宗, 祖宗, 请上来吧。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啊, 皇帝中毒了。 一时之间, 整座皇宫都沸腾了。 哎呦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时辰前, 皇帝还好好的, 怎么就中毒了呢? 到底谁那么大胆, 连皇上都敢毒害, 这种人查出来, 就应该诛他救足。 皇后, 你身为一国之后, 皇上中毒生死不明, 太医正在全力抢救, 你不担心就算了, 还带头在这里吵吵闹闹, 到底是何居心? 如果皇帝出了什么事, 哀家要你们陪葬。 该死的业役, 居然派他的小女儿来害朕, 朕饶不了她, 来人啊, 祸中年龄小小, 心思歹多, 他下毒谋害朕, 其罪当捉, 把他捉进中人府, 言行逼过, 直到供出幕后主使为止。 他有没有供出, 中儿被他们藏在什么地方? 回禀王爷, 他不肯说, 不肯说? 需要本王教你怎么做吗? 你手下马上带他去言行逼供。 不用了, 本王亲自去。 啊, 不好了, 西塔倒了, 大家快逃, 快逃。 中儿, 快逃。 王爷, 王爷。 陈伯王爷是不是傻, 那小女孩根本就不是小主人, 她几个毛线。 如果是小主人的话, 我们早就去救了, 哪里还轮得到她? 咱们动物界, 谁不想拍组装和小主人的马屁, 如果真有那么好的机会, 傻瓜才会放过。 就是, 哈哈哈哈。 王爷, 正儿别怕, 有爹在, 你不会有事的。 娘亲, 娘亲, 我要娘亲。 女儿, 你吓死娘亲了。 娘亲, 我怕, 我怕。 女儿, 赶紧跪下, 给恩人磕头。 走, 咱们去城门口, 审问犯人。 是。 霍中站在窗前,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笑鼻子酸酸的。 其实, 爹爹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坏, 她还是挺关心她的, 不然也不会不顾安危地去救她, 只不过她救错了人而已。 霍冰冰也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进酒楼吃个饭, 就看见这一幕。 众儿, 你爹还是挺爱你的, 别生气了。 哼, 她笨死了, 那个人长得那么丑, 哪里像我。 对, 她是瞎眼了, 众儿长得那么漂亮, 那个小女儿呀, 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你的, 根本不像你。 嗯, 她就是瞎眼了, 一开始就没认出我。 主动, 我已经拿菜单去厨房点菜了, 厨子说会优先给我们上菜。 好, 吃完饭之后, 咱们就去城隍庙找冬儿, 然后一起从地道回别院。 对了, 众儿已经回来的消息, 千万别告诉叶姨, 让她焦急一下吧。 嗯, 为什么呀? 娘亲照顾你们五兄妹整整五年, 虽然幸福, 但是, 其中的辛酸, 只有娘亲心中清楚。 你爹凭什么什么都没有付出, 却心安理得当现场的爹。 反正娘亲心里不平衡, 必须好好地折磨她一下, 让她知道, 养玩是多么不容易。 美人娘亲, 你辛苦了, 放心吧, 即便有了爹, 你在我们心中, 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爹爹只能排在后面。 谁呀, 进来吧。 姑娘, 碧人是这家酒楼的掌柜, 刚才有只小鸟点菜, 不知是不是姑娘的宠物。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哈哈哈哈, 没问题, 碧人就是见她点的菜太贵了, 过来确认一下。 你确定? 小店小本经营, 经不起亏。 没错, 那些菜都是我们点的, 掌柜的, 你放心了吧。 碧人听说这只小鸟会说人话, 不知道是真是假。 掌柜, 你是不是屁股痒了, 打听小爷的事干嘛, 小爷又没有真的喊小麻雀 拉在你的饭菜里面。 再说了, 小爷点几道菜, 你紧张个毛线呀, 是不是怕小爷吃霸王餐呀? 告诉你, 别狗眼看人滴, 小爷有的是钱, 能砸死你的那一种。 老头儿, 你看见没有, 小爷大把钱, 别说一顿饭钱, 几十顿都没问题。 不过, 你别想打小爷银票的主意, 不然的话, 小爷一爪子拍死你。 不敢不敢, 碧人不敢亏是神鸟的银票。 哼, 以后, 少狗眼看人滴。 哼哼, 小宗, 今晚全场的费用, 小凤包了, 你爱吃什么就点什么, 千万别客气。 小凤, 还有我, 我也要点好吃的, 你也要负账。 小主人, 你也是一样, 想吃什么随便点, 全场的费用, 由小凤答应全包了。 哼哼, 耶, 太好了, 今天小凤是土豪, 我和美人娘亲随便点, 随便吃。 经过小凤这么一闹, 她的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掌柜的惊了。 哇塞, 这只小鸟真的成惊了, 它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搞到手。 小凤, 你好像忘了, 祖宗替你还了客栈掌柜的三千两银子。 哎呀, 祖宗, 给点面子, 让小凤在掌柜面前装一装, 待会儿, 小凤就把银票还给你。 掌柜的, 你还有事吗? 既然确定菜是姑娘点的, 那就没事了, 必然告退。 祖宗, 小凤把银票还给你。 小凤啊, 今天全场的费用不是你全包了吗? 你没银子了, 拿什么包啊? 呃, 小主人, 小凤是逗掌柜的玩儿的, 这你也信啊。 嗯, 只要是小凤说的话, 我都信。 小凤, 我看掌柜的对你挺有兴趣的, 你要是实在没钱的话, 我们就把你压在这里打工还钱, 怎么样? 不行, 小凤绝对不会因为一顿饭就出卖肉体, 出卖灵魂的。 钟儿, 别逗小凤了, 待会儿, 他会哭的。 今天的费用, 娘亲借给小凤, 以后呀, 再让他还债。 搞东西, 老子不是让你们看紧他们, 务必把那只小鸟搞到手吗? 鸟呢? 你跟老子说, 那只会说人话的小鸟, 去哪里了? 他刚才还特意派人去了一趟太尉府, 告诉太尉夫人, 他这里有一只神奇的小鸟, 问他要不要高价收购。 这一下好了, 小鸟跑了。 太尉夫人肯定以为他耍他, 这可怎么办? 诶, 长官呀, 小人真的尽力了, 迷魂药都下了一斤, 嘿, 你看, 他们都没有昏迷, 还越吃越精神, 小人能怎么办? 特别是那只小鸟, 还一直口吐人言, 猛夸下了蒙汉药的酒好喝。 代欧加油, 加油, 你吃了鲜丹, 你力大无穷。 大王威武, 大王加油, 嘖嘖嘖, 你们这帮王八高的, 光喊加油有个屁用, 来点实在的, 都过来, 帮本带王一把, 爱牵刀的, 没看见本带王累个半死吗? 带王, 小的倒想帮你, 可是力不从心, 真的没力气搬得动人类。 大王, 要不你去求一下祖宗, 让他给我们每只老鼠都赏一粒仙丹, 以后这种粗重活, 就不用大王亲自动手了。 你以为, 祖宗的仙丹是糖果吗? 还每只老鼠一粒, 没死你们。 一只两只都是神经病, 一点都不省心的玩意儿。 看看看, 看看毛线, 本带王又不是猴子, 你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赶紧去搬东西? 要是耽误了本带王的大事, 小心本带王, 求断你们的老鼠腿。 来, 他们今天是奉命过来打劫的, 鼠王说了, 酒楼的掌柜敢给祖宗下迷魂药, 就要他倾家荡产。 报告带王, 小的已经把酒楼的粮食, 全部搬回了老鼠洞, 没有一丝浪费, 嘖嘖嘖, 狗掌柜敢害祖宗, 给本王烧了这间破酒楼, 不许给他留下一根毛。 是, 不好了不好了, 酒楼的厨房失火了, 糟了, 老子的金银财宝, 全部家当还在里面, 老子赚了一辈子的财产, 就在里面, 老天爷, 这是要毁了老子一生的心血, 坚持是桑天凉啊。 各位小主人, 祖宗和吴小主人回来了。 美人娘亲, 小妹。 各位小主人, 小的给你们请安了。 小妹, 你吓死我们了, 你怎么被李月仙抓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被他从后面一棍子打晕了, 气死我了, 醒来之后, 就在皇宫了。 小妹, 你放心, 大哥会替你报仇的, 就是, 我们要是逮到李月仙, 就拆了他的骨, 扒了他的皮, 非把他弄得半死不活不可。 各位小主人, 其实对付李月仙这种女人, 最好的办法, 就是毁他清白, 从精神上打击他, 让他生不如死。 这样一来, 他再也没有基于残暴王爷的本钱, 对他来说, 这才是最致命的。 不过, 几位小主人年幼, 小凤跟你们说这些, 你们也不等。 谁说我们不等, 我们看过江冲的书, 什么都懂, 上次赵大娘, 嗯,嗯。 四弟, 别胡说, 大人的事, 我们怎么可能懂呢? 上次扒光恶人们衣服的事, 不能让美人娘亲知道, 不然的话呀, 他们四兄弟, 会被美人娘亲惩罚的。 对对对, 我们是小朋友, 什么都不等。 祖宗, 咱们现在回战王府别院吗? 对, 咱们先回别院休息。 小的拜见祖宗。 嗯, 多起来吧。 祖宗祖宗, 小的来给你报信了。 祖宗, 等一等, 小的有重要消息跟你汇报。 祖宗, 不好了, 狗皇帝没死, 他要对吴小... 大王,那只该死的大老虎居然对着我们打碰起 这到底跟咱们有什么仇什么怨 居然要灭过我们,他狠毒了 只要我们死不了,这事跟他没完 臭老虎,等着,老子会回来报仇的 哎呀,救命啊,救命 祖宗,各位小主人 你们看着,小的干嘛 小白,你是不是对祖宗很不满意啊 由于每次关于五个小家伙的事,他都算不出来 所以,小蚂蚁的报信对他来说很重要 祖宗,这话从何说起,小的真的不懂 小白,刚才你一个喷嚏,把小蚂蚁全都喷飞了 他们是来给我们送信的,现在全都不见了 美人娘亲肯定生气 祖宗,饶命啊,小的真不是故意的 老虎那傻子得罪了祖宗 看来以后要离他远一点,省得被他拖累 于是,他立马带着十万铁骑兵,气势汹汹的闯进皇宫 问皇帝要人 哎,皇,皇兄,咱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 哎,你可不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出来 哎,不然的话,母后会伤心的 他一直希望我们兄弟能够和睦相处 守护好巨星国,让老百姓安居乐意 过上没有战火的生活 废话少说,忠儿在哪里 诶,证,证儿 那个死丫头,胆大包天,居然敢下毒谋害朕 现在已经逃跑了,镇政派人把他缉拿归案 骂着骂着,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没办法,他刚从鬼门关回来 身子还弱得很,中气不足 说话长了都喘不过气 叶毅自然不相信他的话 雷厉风行地让十万铁骑兵 把皇宫翻了好几遍 都没有发现货中的踪迹 御林军见战王爷亲自带队搜查 也不敢阻拦 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 皇帝见夜意狂妄自大 根本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不好了不好了 皇上吐血了 赶快去请太医 皇太后 说皇帝没有骗他 货中确实已经离开了皇宫 皇儿 忠儿的身世母后已经知道了 她是母后的亲孙女 母后怎么可能会害她呢 听母后的话 你先出宫吧 你带这么多人马在皇宫 皇帝待会儿醒了 恐怕又会气晕 而且你今天做的事情确实不合规矩 不合规矩又如何 这个天下都是本王拿命打回来的 皇上能拿本王怎么样 忠儿失踪跟皇上脱不了干系 要不是她跟李月仙狼狈为奸 忠儿也不会被绑架 所以今天的事都是她咎由自取 母后 你最好祈求忠儿没事 否则 本王就杀了皇帝为她偿命 皇太后一听 脸色惨白 看来忠儿是叶毅的逆临 任何人都碰不得 否则就等着她疯狂的报复吧 不好 皇帝派人去湛王府别院捉忠儿 这事要是被叶毅知道了 皇帝就遭殃了 快快快 快传哀家口谕 马上让他们回来 不许去湛王府别院捉人 是 让他们几千里马去追 一定要把人劫回来 前清宫 经过太医们一番抢救之后 皇帝终于醒了过来 当他得知叶毅已经带兵退出皇宫 这才松了一口气 该死的叶毅 朕不会放过你的 不好了不好了 有刺客 护驾 快护驾 这玩意儿从哪里来的 刚才从门口飞进来的 一下子就打中皇上了 肯定是叶毅那个乱臣贼子做的 普天之下 除了他谁敢打阵 众人表示 他们没有证据 不敢冤我湛王爷 不然的话 很容易出人命 什么 回皇宫了 是真的 躺在龙床上面的 就是狗皇帝 这是做了什么念儿 咱们千禧万苦 看着大老婆飞到朝皇庙 给祖宗报信 却连话都还没有说到 就给大老虎一个喷嚏喷了回来 简直就是奇耻大弱 重要的是 咱们还没能给祖宗报信呢 这个怎么办 臭老虎 害得本大王在祖宗面前丢进了面子 这事 本大王跟他没完 喝酒 喝酒 糟了糟了 怎么又打喷嚏了 老天爷还让不让老子活了 严同梁 这个 是湛王爷谋害朕的凶器 让宗人府 把证据好好保存 之后 再跟他算总账 臣 遵旨 小的们 咱们这么倒霉 都怪狗皇帝 你们 去把他给本大王干掉 是的 对哦 小蚂蚁们答应一声 立马排着队 吭哧吭哧爬上龙床 爬上皇帝的身上 看见有肉的地方 张开嘴巴就是一顿萌摇 哎呦 哎呦 痛死朕了 李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朕的秦宫 有这么多蚂蚁 你是不是没搞好卫生 哎呦 哎呦 痛死朕了 来人哪 赶紧帮皇上灭蚂蚁 还有 你们赶紧准备热水 皇帝要沐浴更衣 小的们 想况不妙 赶紧撤退 睡得对吗 王爷 你都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还是先回府休息一下吧 不然的话 几位小世子和小姐回来 你也生病了 没事 对了 太尉府那边 看过没有 王妃有没有带着冬儿他们回娘家 属下已经派人查过了 王妃回京城那么久 从来就没有回过太尉府 太尉也不知道她回来了 王妃是太尉府述出的二小姐 她出生才几个月 生母就失踪了 她在太尉府受尽七零长大 直到十八岁那一年 奉旨成婚嫁给了叶毅 才脱离了太尉府 叶毅楚眉 霍冰冰这个女人也太小心了 为了对她野蛮身份 居然连娘家都不会 真是服了她 冬儿 别玩了 赶紧带弟弟妹妹回来吃饭吧 不然菜都凉了 哎 知道了 二弟三弟四弟小妹 娘亲煮了我们爱吃的菜 我们赶紧回去吃饭吧 好嘞 好嘞 美人娘亲 我们回来了 各位小主人 等等小风 我去 王府别院什么时候 成了蛇窝和蝎子窝了 太神人了 难不成全京城的蛇和蝎子 都跑来了战王府别院吗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 想办法把这些毒弄死 要是王爷回来看见 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侍卫长 要是蛇群和蝎子数量少点 咱们费点劲还能解决 可是数量实在太大了 根本就没法解决 就怕咱们一惊动他们 他们全都逃跑了 到时候弄的全府都是蛇和蝎子 别院还怎么住人啊 战王府还在重建之中 王爷最少也要在这里住个一年半载 咱们倒是无所谓 就怕这些毒蛇咬伤了几位小狮子和小姐 王爷不砍了我们的脑袋才怪 暗痴想了想 他们说的有道理 但是也不能把这些毒物留在府里吧 对了 蛇和蝎子不是怕硫磺吗 赶紧的 你们去买几辆马车的硫磺回来 是 笑死老子了 这些傻子人类 以为我们会害怕刘华 还买那么多回来 也不怕浪费银子 到底怎么回事 府中为什么有这么多蛇和蝎子 禀报王爷 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废物 要是冬儿他们受伤了 本王要你们的病 不妙 有大佬来了 他身上的杀气很大 还越来越近了 各位快逃 对 谁的气场那么大 为什么我会瑟瑟发抖 好像是残暴王爷 快逃 蛇呢 蝎子呢 不是说有成千上万 爬满了墙壁上吗 在哪里啊 你们怎么不把牛吹上天 干脆说全京城 都是蛇和蝎子算了 看本王信不信 王爷 此事千真万确 那些蛇和蝎子刚才还 美人娘亲 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这个糖醋排骨真好吃 外面的大酒楼 都没有你做的好吃 对 美人娘亲做的饭菜 味道就是不一样 有家的温暖 还有娘亲的爱 都掺杂在里面 我们都爱吃 好吃就多吃点吧 以后呀 娘亲每天都给你们煮 走 不好了 不好了 残暴王爷来了 嗯 蛇王 发生了什么事 你别急 慢慢说 走 残暴王爷来了 他 你出 羞的伤害他们 哎呦喂 痛死老子 老黑 你个娃娃膏子 逃跑也不通知一下老子 你想摔死老子是不是 老子把你当兄弟 你把老子当气体 你个娃娃膏子 一点都不讲江湖义气 蝎子 本王体格大 目标大 再不逃的话 残暴王爷会杀了我的 你体格小 目标小 不用怕的 实在不行 你就躲到墙底的缝隙去吧 大猛蛇表示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别跟他谈什么狗屁兄弟情 跟小命比起来 狗屁不如 哎 小命啊 老子的屁屁 被戳了个洞 痛死了痛死了 宝贝女儿 你下次爹了 爹爹找你三天三夜 你知不知道 说完之后 他在他小脸上 狠狠地亲了几下 宝贝女儿 视而复得的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叶一亲了又亲 恨不得把宝贝女儿 揉进身体里 啊 痛 好痛 美人娘亲 救命啊 安嶺 快 快去请太医 钟儿肯定被蛇咬了 小妹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就是 你告诉哥哥 谁欺负你了 哥哥替你揍他 是 是爹欺负我 乍丁 你干嘛欺负小妹 就是 你不爱小妹 我们爱 不许你欺负她 别胡说八道 你们都是爹的心肝宝贝 爹怎么可能欺负钟儿呢 钟儿是被蛇咬了 才会哭的 钟儿乖 忍一忍 太医很快就赶过来 钟儿乖 别哭了 没事了 钟儿 爹给你买了好多新裙子 还有好吃的 待一会儿看完太医 爹带你去看 丑爹爹 你是坏人 我不要你的东西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美人娘亲 救命啊 救救我 王爷 钟儿不喜欢你抱她 赶紧把她放下来 本王跟钟儿失散了多年 如今刚相认 她有些抗拒也很正常 正因为这样 本王才要跟她多亲近 建立我们的妇女之情 再说了 钟儿现在被蛇咬了 本王心疼 抱一下她又怎么了 本王的女儿 就要往死里闯 臭爹爹 我不要你抱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人家不要你抱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 钟儿乖 别乱动 爹抱你是为了你好 你受伤了 人家没受伤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王爷 你脸上那么多胡子 别老亲钟儿 她皮肤嫩 容易受伤 你看看 她的小脸 都被你亲红了 钟儿乖 别乱动 待一会儿 她也检查过 没事 爹就把你放下来 为了跟女儿 拉近关系 叶毅决定了 就算被女儿 揍残 也要多抱抱她 抱着抱着 父女的关系 就亲近了 以后呀 一定要 叫钟儿 温柔一点 女儿不能动不动 就用武力 解决问题 祖宗 刀子来了 小风真懂祖宗的心思 祖宗想做什么 都被你看穿了 王爷 把钟儿放下来 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你们看 爹爹是坏蛋 把我的脸都青红了 可痛了 小妹 别哭 以后杂爹再亲你 我们揍她 臭女人 你想干嘛 你鬼叫什么鬼叫 要不是为了钟儿 祖宗才懒得帮你 刮胡子 告诉你 祖宗的身价 可是很高的 待会儿 记住把刮胡子的 费用送过来 叶义气了个半死 偏偏不知道 这臭女人 对她做了什么 令她全身动弹不得 跟五年前失身 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现在的她 就是砧板上的肉 只能任由 祸鞭鞭宰割了 臭女人 你这是刮胡子吗 本王差点以为你谋杀呢 你还敢收钱 你是不是想钱想崩了 怎么不干脆去打劫 本王的是胡子 又不是猪毛 你下手那么重干嘛 是不是想谋杀 哎 痛死本王了 这臭女人 难道不知道温柔一点吗 难怪钟儿这么粗暴 肯定是跟她学的 不行 以后得让宫中的嬷嬷们 教教这臭女人礼仪 省得钟儿跟她学坏了 叶一心中打定主意 以后要狠狠地改造霍冰冰 霍冰冰美眸露出一丝 皎洁的笑容 故作惊呼道 啊 王爷 一听见帮你刮胡子没钱 祖宗的手就不听使唤了 真不好意思啊 王爷 刮胡子的钱 你到底付不付 王爷 你别瞪我呀 祖宗怕钱不到位 手一软 又伤到王爷 那就不好了 你说是不是啊 爹爹 赶紧给美人娘亲钱 就是 不能让美人娘亲白干活 挂挂挂 给钱给钱 哼 臭爹爹 你的胡子刚才扎得我口疼了 你看看 人家的脸都扎红了 美人娘亲牺牲这么大 不怕扎伤手帮你挂胡子 你付点钱怎么啦 叶依愣了一下 这时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小女儿的小脸 真的被她青红了 难怪刚才哇哇大哭 还说她欺负她 叶依的心中一阵愧疚 本来还在生气 霍冰冰这样对她 这一瞬间 所有的怒气都消失了 对了 乍爹 我们的抚养费 你好像一个通钱都没有给过 趁着这个机会 咱们算一下总账 一次性付枪 不然 别想我们喊你爹爹 对对对 爹爹 你欠我们的抚养费 我算一下哈 我们从出生开始 用的牛奶钱 尿片钱 流食生活费 把恶人村的恶人打上之后 赔给别人的医疗费等等 全都是一十五份 一个一年的费用 就是一万两银子 我们五个四岁了 就按四年算 一共是二十万两银子 还有 美人娘亲含辛茹苦地养大我们 你还通缉她 让她担惊受怕这么多年 再加美人娘亲 十万两银子精神损失费 还有还有 你还耽误了美人娘亲 五年的青春 害她独守空房 再加二十万两银子青春损失费 爹爹 我们五个的抚养费 加上美人娘亲的青春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 一共五十万两银子 赶紧拿来 安卫们惊了 我去 他们本来以为 王妃已经够狠了 没想到 跟几个小世子比 简直就是大巫见小巫 不值一提呀 看来这回 王爷真的要破财了 臭女人 本王已经对你很容忍了 你别太过分 看在五个小玩儿的份上 他这样对他 他都不跟他计较了 他还想怎么样 王爷 别装死 你的儿女们问你要债呢 五十万两银子 你什么时候给 不是 东儿 你们还年幼 拿那么多钱在身边不安全 爹先帮你们存着 等你们长大 再给你们 行不 爹爹 这个不用你费心 美人娘亲会帮我们存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信你 毕竟你抛弃过我们 是有前科的人 爹爹倒想给你们钱 可是爹爹动不了 怎么给 王爷 胡子已经关完了 你可以动了 还有 请付费一千两银子 叶翼当了一下腿 动了一下手臂 哎 妈呀 真的能动了 太不容易了 旁边十几个暗卫也发现 自己能动了 纷纷跪下来请罪 王爷 属下失职 甘愿领罚 叶翼心中暗暗吃惊 这臭女人是怎么做到的 他并没有看见他解穴道 他们怎么都能动了 行了 都给本王滚出去 顺便去账房 支五十万两银票过来 给几位小世子 对于别人来说 五十万两银子是天文数字 可是对于富可敌国的战王府来说 简直就是毛毛雨 王爷 你是不是忘了 还有祖宗一千两银子呢 本王没给你要毁容费 就不错了 你还想收费 行行行 给你 残暴王爷 小爷自小带大五个小主人 虽然没有祖宗付出那么多 但终究也是有付出的 你是不是应该给一点辛苦费 看护费啊 已是你这个当爹的尽头责任了 小爷不贪心 给个十万八万两银子就够了 他被自己的妻儿打劫也就罢了 他认命了 因为他确实欠了他们的 只是 这只丑鸟凭什么也打劫他呀 滚一边去 该死的残暴王爷 小爷帮你大大五个玩 你不给辛苦费就算了 还敢让小爷管 信不信小爷啄死你 残暴王爷 你这个随货 是不是平常亏心事就多了 一有什么酸吹草动 就有那么多狗腿子出来保护你 都给本王退下 是 小凤 别捣乱 回来 亦亦亲手把五十万两银票 给了五个小家伙 还千叮年万主妇 让他们别乱花钱 二弟三弟四弟小妹 你们数清楚一点 炸爹出了名的阴险狡诈 说不定说好的五十万两银票 他只给我们三十多万两银票 那咱们岂不是亏大了 所以 你们都认真一点 千万别给他蒙骗了 大哥 我们知道了 我去 这几位小世子太精明了 不愧是王爷的孩子呀 东儿 别数了 爹没骗你们 这里 真是五十万两银票 不信你 我们要自己撑点 女人 难道你也不信本王 这个女人 当年偷了他那么多家产 应该知道他的实力 他绝对不会为了 区区五十万两银子 骗几个宝贝儿女的 王爷 关胡子的费用呢 王妃 请验收 霍冰冰反应很快 立马一口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且强调 他只是霍冬他们的干娘而已 并不是什么王妃 一一谋子闪烁了一下 又没有戳穿他 不料 霍冰冰收了银票之后 立马就分脸不认认 也说不相信他 把一一气了个半死 这个女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的 他记得 他以前很老实 胆子又小 他才让她顶着 湛王妃的头衔 当了湛王府三年的女主人 不过 他现在的性格变化太大了 莫非 是被李月仙下诱之后才变的 叶一想到这里 对霍冰冰多了一份愧疚 毕竟 这件事因他而起 要不是他默许李月仙 住在湛王府 霍冰冰也不会被他谋吓 所以 这件事 他是有责任的 一靠中之后 几个小家伙 终于点清楚银票的数目了 说刚好五十万两银票 闸爹没有骗他们 美人娘亲 这些银票你拿着 以后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想穿什么漂亮裙子 就买什么漂亮裙子 你千万别担心没钱 你要是把钱花光了 我们就继续讹闸爹的 反正他钱多 花不完 叶一无语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坑爹吗 禀报王爷 大蟒蛇 啄住了 祖祖救命啊 救命啊 残暴王爷的手下真卑鄙 他们不讲武德 居然用下三难的手段 把小的给逮住了 祖祖求求你救救小的 原本他以为 他已经逃跑成功了 就在郊外的小树林里 悠哉悠哉的散步 捉青蛙齿 谁知道从天而降一针五 就把他捉住了 然后舌头被人敲了一棍 他就晕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湛王府别院 美人娘亲 蛇王真的好可怜 你救救他吧 小妹 别担心 蛇王不会有事的 暗凉 先把大蟒蛇放在一旁 等太医过来 确定中儿没有中毒之后 就把他弄死了 哎 祖宗 救命啊 救命啊 小的不想死 小的还想活一千年 哈哈 他喝了祖宗的仙丹水 修炼的速度倍增 体内的内灯也大了好几倍 他还想再努力一把 然后幻化成人 列入仙班 这样就能长生不老了 谁知道天降分祸 他居然被人类捉住了 如果九宗不春秋相救 这回他就真的死定了 哎哟喂 痛死本王了 你们这些王八狗子 给本王挡着 本王出去饶不了你们 这时下人带着太医 匆匆走了进来 叶异让他给货中检查 太医对货中一番望闻问切之后 发现他并没有中蛇毒 臭爹爹 人家都说了 人家没有中毒 你偏不信 还有喊人回来折腾我 真讨厌 中儿 别生气 爹这样做 也是为你安全着想 臭爹爹 抱不着 你抱不着 哇 what 中儿别怕 爹爹 胡子已经刮光了 不会在下伤你了 来 给爹抱一抱 嗯 不要 你的身体像钢铁一样 鸭 鸽得我可难受了 我才不要你抱 阿良 把这条蛇给本王杀了 这么大一条蛇 目测也有一百多斤 尸体也别浪费 拿去厨房做蛇羹 靠劳一下兄弟们 属下遵命 啊 臭爹爹 不许杀蛇王 不然 我以后都不理你了 中儿听话 赶紧过来 不要靠近大蟒蛇 很危险的 蛇王才不危险 他最乖了 蛇王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不会让爹爹杀你的 小的感谢小主人救命之恩 蛇王 快逃 爹爹要杀你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跟着本王去救中儿 赶紧让开 没看见中儿有危险吗 本王要去救他 王爷 别追了 省得吓坏中儿 他只是送蛇王出去而已 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带这么多人追出去 他要是一慌张 跟着蛇王跑了 你就得不偿失 臭女人 你是不是疯了 中儿有危险 本王要去救他 赶紧滚一边去 你到底是不是 中儿的娘亲 他有危险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还拦着本王去救他 你的脑子 是不是进水了 王爷 你忘了吗 祖宗是中儿的干娘 叶亦无语死了 他在心里骂骂咧咧的 这臭女人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装 王爷 不好了 属下又动不了了 救不了小姐怎么办 臭女人 赶紧放开我们 那行 那你们就站着吧 祖宗什么时候高兴了 你们什么时候就能动了 美人娘亲 你什么时候开心呢 也许是明天 也许是后天 也许是大后天 都不一定 只要中儿不回来 娘亲都不会开心的 叶亦没办法 只好说 只要霍冰冰有办法 让蛇王把霍中拖回来 他就相信 蛇王不会伤害霍中 以后蛇王可以任意 出入湛王府别院 手下也绝对不会伤害他 王爷 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蛇王 带中儿回来 臭女人 中儿都快没命了 还开这种玩笑 你 你真是气死本王了 蛇王 怎么又回去了 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小主人 小主人 小的没有走错路 是祖宗喊我们回去 美人娘亲 你和我们回来干嘛 你和我们回来干嘛 祖宗 小的封面回来了 王爷 本王是绝对不会向恶势里低头的 不料 他刚这样想完 就听见祖宗已经答应参报王爷了 祖宗 你也太容易妥协了吧 一点都不像你以前的风格 女人 不是本王不给这畜生机会 而是他实在没有灵性 没有灵性的毒物最危险 本王要把他除掉 去保中儿的安全 这王啊 祖宗一番苦心 难道你没有感受到吗 祖宗之所以让你给王爷磕头 就是给你们蛇族开了一条生门 以后你和蛇群来战王府别院 就能畅通无阻 没有人敢伤害你们 他们要是打死了一条蛇 战王爷就是言而无信的小人 会被天下人耻笑的 大蟒蛇听了之后恍然大悟 为了徒子徒孙们的安全着想 他决定拼了 不就是三个响头 外加丢了面子吗 有多大的事啊 叶翼和暗卫们看呆了 我去 这条蛇真的听得懂人话 而且还真的会磕头 太玄幻了 这一刻 他们对霍冰冰佩服的五体投递 哇塞 王妃太厉害了 居然懂得御兽 他们就说嘛 今天别院怎么来了这么多蛇 爹爹 你说话算数 不许伤害蛇王 不然的话 我以后都不理你 对对对 还有我们 刚才爹爹跟美人娘亲说的话 我们都听见了 他要是反悔 我们也不理他 蛇王 我们要去花园玩 对对 我们还要上树 可以 但是不能出别院 在花园玩就行 呀 太好了 可以出去玩了 各位小主人 小的请劝你们 一定要扶好 千万别松手 不然摔伤了小的 没法跟祖宗交代 哎呀 蛇王 我们知道了 就是就是 快走吧 我去 他们的小世子 也太逆天了吧 居然骑着大跑蛇去玩 普通人家的小玩 早就下云了吧 臭女人 是不是该放开本王了 气死她了 每当关键时候 她就全身动弹不得 也不知道 这女人用了什么手段 我言 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 祖宗碰都没碰你一下 你不能动 关祖宗什么事呀 之前 叶翼说她偷了她的衣服 她认了 因为藏物暴露了 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她凭什么认 叶翼气了个半死 罢了罢了 火男不敢女动 她一副衣袖 买步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才反应过来 诶 本王怎么能动了 她扭头看着火冰冰 火冰冰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别看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 祖宗什么都不知道 小爷知道 问小爷呀 这事是你弄的 小爷反悔了 突然又不想告诉你了 滚下去 是 神王 飞高一点 飞高一点 快快快 飞到树顶上面去 小凤的鸟巢就在上面 咱们上去看看 她有没有藏什么好东西 很久没试过那么刺激了 财猫王爷 你敢套小爷 小心小爷挖了你的狗眼 你挖不了她的眼珠子 叶翼男人虽然是一技凡人 但是她看不穿她的前世 她总感觉她来历不凡 不然的话 蛇群和蝎子群 就不会嗅到她的气息 就拼命逃跑 蛇王 飞高一点 再飞高一点 你太慢了 快点 快点 难怪 霍冰冰让她别担心 中儿被蛇咬 现在呀 她总算是看出来了 宝贝女儿比大蟒蛇还厉害 看看 她小手一指东边 大蟒蛇立马飞往东边 绝对不敢往西边飞 小人参见王爷 你们很闲吗 一日 清晨一大走 安慰 你为了救老朽才受了重伤 你一定要停住 老朽马上就去求王爷救你 王爷 太医说安慰伤势过重 恐怕救不回来了 他是为了救老朽 才被杀手扎了一刀心脏 他要是这样死了 老朽一辈子都会内疚的 王爷 奴子听说王妃身上有一种神奇的药丸 可以让人棋子挥声的 求求王爷 救救阿妹吧 这种事 你不是应该去求王妃吗 求本王干嘛 王妃的药丸那么贵 奴才 买不起 叶异震惊了 诺了半天 原来福伯想让他当冤大头 好吧 本王去试一试 奴才谢过王爷 九宗九宗 有大声音来了 赶紧起床 唉 这衣服也不大行了 灵气越来越少 小凤 一大早什么事吵吵嚷嚷 九宗 咱们又可以光眠正大的鹅残暴王爷了 是不是暗昧受伤回来了 祖宗 你真是神机妙算 暗昧真的受了重伤 太医说 他要食无衣 残暴王爷为了救他 准备过来 问祖宗求神药 祖宗 咱们得狠狠地讹他一笔 我看 十万两银子不够 最少要二十万两银子 唉 地上的衣服 怎么这么熟悉 女人 本王有事跟你商量 如果是因为神药的事 什么都不用说了 拿二十万两银票过来 药就给你 我去 这臭女人 真把她当冤大头了 臭女人 你不能有自己的主见吗 什么都听一只鸟说 你怎么活得这么窝囊 财宝王爷 小爷警告你 再敢骂祖宗一句 信不信小爷弄死你 本王倒想看看 你怎么弄死本王 神鸟 王爷之所以来向霍姑娘求神药 都是为了我们这些下人 王爷真是好人 要是有什么地方冲撞神鸟 神鸟就打老朽吧 就算打死老朽 老朽也毫无怨言 只要别伤害王爷就行 小爷看在福伯的份上 饶你一次 下次你再敢冒犯祖宗 小爷拙死你 小爷才不是低等的畜生 小爷是高贵的凤凰 残暴王爷你懂个屁 小凤 回来 祖宗 他那么拽 收他三十万两银子 好 小凤 祖宗听你的 王爷如果你想要神药 就拿三十万两银子来 祖宗立马就把神药给你 本王不当这个冤大头了 你爱把神药卖给谁就卖给谁 本王不稀罕 王爷 奴才求求你 救救阿妹 那三十万两银子 老朽下半辈的作牛作妈还给你 福伯 你确定你还有下半辈子吗 本王看你黄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 你还能活几年 再说了 三十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 本王不做亏本生意 特别是被人讹诈的银子 他表示心里很不爽 霍姑娘求求你 救救妹市委长吧 妹市委长还年轻 还没成亲啊 就这样死了太可惜了 霍姑娘求求你 救救阿妹吧 如果霍姑娘今天不赐药 奴才就一直渴死为止 反正奴子这条命 也是暗妹救的 就当是还给他了 祖宗就看在福伯的份上 减十万两银子 就收二十万两银子好了 王爷 祖宗听说 暗妹为你卖命很多年 她的命 不会连二十万两银子都不值吧 如果王爷真是甩手不管 恐怕会含了你部下的心 他们以后谁会替你卖命呀 臭女人 你又偷本王的衣服 本王这件衣服价值十万两银子 所以买你的药 只需要十万两银子就行了 你去账房值十万两银子给他 残暴王爷 你的是什么狗屁衣服 居然有十万两银子那么贵 你怎么不去抢 神鸟 别生气了 王爷的衣服确实很贵的 就算没有十万两银子 几万两银子肯定要的 所以你们也没亏多少 福伯 你准备把衣服拿去哪儿啊 叶翼的衣服 是他花了十万两银子买下来的 他准备拿去街头拍卖 赚回本钱 可不能让福伯拿走了 当然他这个举动呀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更多的是想教训一下叶翼小男孩 祖宗快起床 咱们今天发了 属王太厉害了 他把京城的富豪全都弄出来了 小枫 天还没有亮 你吵吵吵然然干嘛呢 祖宗 天虽然还没有完全亮 可是外面很热闹 属王太厉害了 他把京城所有的富豪都弄去了风月馆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风月馆的老板都懵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霍姑娘真是她的福星 只不过包了二楼大天一个圣舞 就给她带来这么多的人流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个个都是非富即贵的有钱人 别看贵族的夫人们外表光鲜 其实大部分内心都很寂寞 根本就禁不住漂亮男人的三言两语 这不 在等待货彬彬带来的过程中 就有几个夫人被他们攻陷了 现在的他们呀 是笑得花指招成的 老板楚夜灵命赚钱 当然会替这些夫人保守秘密 不只是夫人 就像是他们家团人来了 他也替他们保守秘密 毕竟 风月馆做生意的宗旨是男女通商 能赚钱就行 管她是男事与 霍姑娘来了 大家都静一静 静一静 莫非是这个女子 霍姑娘 你也姓霍 失踪的郑王妃也姓霍 你是不是通过王妃认识王爷的 然后翘了王妃抢脚的 还有那四个跟王爷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玩 是不是你跟王爷偷生的 你是不是因为身份卑贱 不配坐上王妃之位 让王爷才不把你公之于众的呀 那你就说着脑袋做人就算了 干嘛跑出来丢王爷的脸呀 小凤太吵了 把他们扔出去 好嘞 痛死我了 哎呦 我感觉人都会扔了 这可怎么办呀 祖宗 说你坏话的人 小凤已经全部扔到下面去了 嗯 小凤 这事你办得不错 初掌柜 开始拍卖吧 初掌柜 祖宗喊你呢 耳朵聋了吗 这神娘 求求你别扔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打你主意了 呵呵呵呵呵 初掌柜 你说什么呢 祖宗让你开始拍卖衣服 小爷提醒你 用心一点 衣服的价钱拍得越高 你的佣金就越多 各位 为了确定这件衣服 是不是占忙一点 大家可以先上来 看一看标签 皇家人的衣物 上面都会有标签 方便辨别 而且 每个人的标签都不一样 比如 湛王爷的衣服上 都会用金丝线绣一个意子 所以 别人一看衣服 就知道是他的 霍宾宾 为了证实这件衣服来源正规 还把一张收据给众人看了 收据上面 有湛王府的盖章 还有湛王爷的亲笔签名 这一下众人放心了 也不担心买了衣服之后 会被湛王府的人追杀 毕竟这是合法的买卖 在下宣布 拍卖湛王爷的衣服 正是开始 起步价 一万两 他话音刚落 立马有人喊两万 三万 四万 十万 价格越喊越高 现场气氛高昂 夫人和小姐们好像疯了一样 他们得不到湛王爷的人 得到他的衣服也不错 最后 衣服被人用二十万两银子的天价 买走了 霍姑娘 还有湛王爷的东西吗 霍姑娘 这条是什么 你眼睛瞎了吗 这是残暴王爷的贴身衣物 楚夜灵被喷了一脸口水 她知道是湛王爷的贴身衣物 但是 穿过的贴身衣物 拿出来买是几个意思 谁要别人穿过的贴身衣物呀 我要我要 我出五万 我出十万 楚夜灵再次惊呆了 我去 怎么回事 这些有钱的夫人小姐 都那么变态吗 连湛王爷穿过的贴身衣物都抢不了 最后 湛王爷的贴身衣物 以十五万两银子的天价卖了 楚夜灵捧着货 冰冰分给她的几万两佣金 心情激动 立马狂奔回房间 找出分了几天没洗的贴身衣物出来 说是要卖给夫人小姐们 不料 遭到众人的怒骂 四变态 拿穿过的贴身衣物给我们 恶心谁呢 给老娘滚 他和湛王爷都是男人 穿的都是贴身衣物 为什么同人不同命呀 祖宗 下的告退 神王 辛苦你了 回去休息吧 顿时 一股浓郁的灵气 从男人的鼻息间涌了过来 霍冰冰情不自禁地点起脚跟 顺着灵气的来源凑了过去 一下子堵着她的唇 贪婪地吸着灵气 顿时 一夜未睡的疲惫 立马烟消云散 夜一做梦都想不到 树枝会突然断裂 等她缓过神来的时候 霍冰冰已经凑了上来 最要命的是 她全身又不能动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冰冰 占她便宜 不过 这女人的唇又软又甜 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真好闻 当然 触感也不错 跟五年前那一晚一模一样 夜一的侯杰不自觉地滑动了一下 她一点都没发现 她已经炼上了这种味道 不过 可能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 又或者觉得 这种事总是被一个女人掌控 心里不平衡 所以 即便她明明很享受 心里却还在骂骂烈烈 这个臭女人胆子怎么那么大 无论白天黑夜 只要碰上她 逮着机会就凑过来 难道她 突然 夜一仿佛想到什么似的 心里涌起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这臭女人离开京城五年 不知道她找了多少个男人 想到有这个可能 她便被动为主动 狠狠地回应着火冰冰 仿佛在惩罚她似的 她的女人 只能属于她一个人 其他的人敢碰 被她查出来 躲碎喂狗 这个时候的火冰冰 已经吸垢了灵气 哎呀 她怎么又能动了 这个关键时候 她居然能动了 真是气死人了 就不能多坚持几分钟吗 臭女人 你疯了 呸 不要脸的臭男人 想占酒宗便宜 酒宗咬死你 明明是你占本王的便宜 本王还没有追究你 你还敢污蔑本王 酒宗从来不会污蔑任何人 你要是没坏心思 刚才为什么会有反应 笑死小爷了 臭不要脸的残暴王爷 居然对酒宗起了歹念 酒宗 你应该咬死他 不 应该让他当太监 以后 让他都断了这个念想 第一次认真观察霍冰冰 这女人长得可真美 雪白的肌肤 精美的五官 花瓣般的红唇 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布满了整个枕头 发出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熟睡中的霍冰冰 突然嗅到了一股浓郁的灵气 忍不住嫣然一笑 叶异的内心深处 被震动了一下 他情不自禁地弯腰 在他花瓣般的红唇上 轻轻地亲了一下 每次都是这女人主动 她也要主动一次 把场子找回来再说 不料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熟睡中的霍冰冰 双手一下子勾着她的脖子 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灵气别走 一直总留下 说完之后 他轻身而上 狠狠地亲了上去 不 是在狠狠地吸收灵气 绝无杂念 轰的一声 夜夜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瞬间破防了 几秒过后 卧房里传来一阵 令人心跳加速的声音 老大 祖宗房间内 是什么声音 就是 莫非 想把王爷揍祖宗了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看什么看 收好你们的门就行了 我去 他刚才 是不是放了一头狼进去 臭女人 你是不是疯了 夜夜都快气死了 这臭女人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一醒过来 直接一脚把她踢出来 她堂堂一个战神 从来没有试过这么丢人的 当徒子 臭不要脸的 居然敢冒犯祖宗 看小爷不拙死你 昨晚臭女人明明热情似火 天一亮裤子一提 就翻脸不认人了 为所难 臭不要脸的 半夜三更 偷偷摸摸进祖宗的房间 你骚扰祖宗干嘛 臭女儿 她是本王的王妃 本王跟她同房 关你屁事 我看她是本王的王妃 我看她是本王的王妃